頭腦應該在鼻轟炸 第一次撐艇 看看他現在是甚麼樣子 就是哭那樣 看著目標,慘波 別過來,看著慢慢 現在早上7時45分 我們倆都用了單人艇 而這次馮浩天是第一次撐艇 在來來回回一個小時,繞了很多個圈後 他仍未會返艇 已經算很好了 現在是去三星灣附近的沙灘 晴晴未出來,已經算我很開心 海面現在有少少漣漪 應該不叫浪 我兒子仍未返 這次玩已經是一個奇蹟 你覺得好玩嗎? 好玩呀! 好玩呀! 累不累呢? 累呀,手軟 手軟呀 沒理由的 做成100下掌上壓都手軟 我可能要做多些 看見橙波的左邊有綠色的物體嗎? 看著方向去 我們便會登陸在那裏 盯緊,千萬不要離開自己眼睛的視線 一直要在鬥士眼中 後方看逢Odin 既然左右擺的程度 都開始少了很多 對比起6.0時 好像都不是比想像中那麼難 Pick Up 三星灣就在那邊 現在我們就去這個不知甚麼攤 極小而已 由登陸在那裏 這樣就讓它休息一下 而且餐了那麼久 我已經很急了 究竟何時才可以下船呢? 遲些如果它會餐的時候 我們去三星灣的速度 就可以加快一點點了 怎樣? 在這裡打圈扮海豚? 還餐這邊? 輕力一點 記得要溫柔一點 對一點水 溫柔 遲些對女生都要這麼溫柔的 知道嗎? Alex又看到他的鄰居 在那裏 不知道在那裏聊些甚麼 狗呢 他們就會去自己自發 去一些 例如這些 這麼隨便的沙灘去撿垃圾 逢Odin 都差不多去到那個 Bitch了 好,先追趕一下他 差不多到 一隻掌 這樣放在旁邊 對了,夾住在一邊 單手 然後就可以撐起一個人出來 慢慢地 OK,非常好 然後 然後拉著紅色的繩 拖上去 當然 理好你的掌 沒有一隻掌 你便會收皮 伸直一條腰 那人是直的 對 直腰直手 每人一隻艇 就已經來到這個 不知道叫甚麼沙灘的沙灘 無名海灘 無名 即是無名 我們今天的活動是做甚麼呢? 浮浩天 已經不是游泳了 我們轉了就是去撿垃圾 好,現在我們看看沙灘的情況 OK 這個沙灘是非常小的 由這裏到這裏 這樣便結束了 大概看,可能只有30米左右 這裏是很多垃圾的 看到嗎?後面整個撕都是 我們就撿一個組織 把一部分的垃圾集合在一起 所以遲些便會帶一個袋子來 把垃圾集合在一起 把垃圾集合在一起 我們現在撿了三分之一的海灘 這裏是包羅萬有的 瓶蓋、煙盒、水瓶等 然後大致是會有整個雪櫃 在這裏都有 下面這裏有幾個窗門 好像可以建一間屋 現在撿了大約半個小時 就已經有四大袋垃圾在這裏 冬浩天嗎? 幫我地球吧,好嗎? 好啊 另外一邊找到兩塊木板 然後看看可不可以拖垃圾走 好,現在回歸了 冬浩天要先閃 看見它不反 應該都放心 DIY完木板 拖垃圾回去 用垃圾拖垃圾 好,回歸了 回家的時候 反了艇 幸好我媽媽救我 我反艇的時候 吃一塊豬扒 什麼都不做 就這樣掉下去了 所以你是完全不能賺的 一賺完之後 口味完 就馬上翻 回到來 錯過了一堂 還會輸 還會被老師問 咦?為什麼不上課 差點死了 是啊 錄了那麼多 下次訓練的時候 我們再錄一下 好啊 拜拜 拜拜